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在此之前 我首先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 感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Deck 双向对列的使用方式 这个其实是Python中的一个数据结构 我认为非常的常用 我也经常在用 所以说今天的做视频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好那咱们开始 知识点就这么一个使用Python集合包中的Deck双向对列 来做一些个咱们的数据的操作 先少续马上进入今天的实战演习的部分 好那咱们开始 咱们先双向对列 先import一下 大家请看 它是Python内部自带的 放在这个collections 这个集合包当中 咱们把这个Deck引用进来 今天的代码演示 我还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咱们今天就不用TensorFlow了 把这个跳过去 好吧 咱们在下面 好 咱们Ctrl加Enter执行一下 什么咱们是能够引用到这个包 好不好 那咱们开始怎么做 首先 咱们先声明这么一个对列 然后打印出来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 咱什么都没干 对不对 仅仅是声明并打印 看一下 什么都没有 大家请看 什么都没有 它也是有什么 有一个空数组 是吧 这个就叫做它有 有什么 有一个空数组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 那请看 我初始画一个数组给它 好 咱们初始画一个打印一下 就是把一个数组 传进去 以参数的方式传进去 好不好 试一下 就在下面做 出来了吧 这是个Deck类型 里面存着一个ABC的数组 这个使用跟咱们一般使用 都完全一样 对不对 接下来可就不一样了 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从右边给这个Deck加一个元素 咱们是ABC 对吧 我想从右边加一个元素 该怎么加 大家请看 使用这个D 然后Append 追加 追加什么 追加一个E进去 好 咱们马上追加 并且看一下 结果 非常重要 大家请看 我以前只有ABC 然后从右边给它追加了一个E 现在就变成ABC1 大家请看 类型还可以不一致 对吧 OK 接下来 咱们从右边加一个元素 那么从左边能不能加 当然可以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从左边给它加一个元素 加什么 加一个10 好 再看结果 Go 好 大家请看 刚才是ABC1 现在变成了10 ABC1 对吧 咱们在左边也动态了 增加了一个元素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好 接下来 咱们从右边 咱们接着加 刚才咱们在右边增加了一个元素 现在咱们在右边增加一个数组 该怎么加 大家请看 我用这个Extend 扩展 扩展什么 扩展一个数组 是什么内容 23 也就是说 在右边咱们增加23 两个数值 好不好 看一下结果 为什么这个数据类型常用 我一会儿给您说 看 大家请看 在刚才的10 ABC1之后 又增加了一个23 没问题吧 它还是一个E位数组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咱们右边增加数组 接下来咱们左边也能不能增加 当然能增加 扩展左边增加2030 对吧 大家请看 扩展左边增加2030 对吧 咱们在这地方注意一下 注意增加后2030的位置 好不好 好 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它出来是什么 它出来的是30 20 10 123 对吧 大家请看 我增加的是20 30 换句话说 它没有变成20 30 10 ABC 而是30 20 说明什么 说明它扩展是有顺序的 它会先增加20到左边 然后再增加30到左边 形成这个格式 好吧 这是一个小注意的点 有朋友说 我左边加函数 我左边加数组 是不是应该是2030时 不是 它是有顺序的 这个地方提起注意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 咱们既能从右边加 也能从左边加 那能不能从中间插 当然可以 比如说这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锁引3的位置 插一个100进去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咱们现在是这么一大长串 柿子 对吧 咱们从锁引3之前 加100 咱们算算 这是锁引1 对吧 30 锁引1 锁引 锁引2 对吧 这是锁引0 这是锁引1 这是锁引2 这个A是锁引3 那也就是说 在A之前 咱们插个100 看看能不能插进去 够 大家请看 成功插入一个100 没问题吧 非常的方便 OK 接下来 咱们插了很多的元素 我能不能提取元素 我把元素再踢出去 我不要你在我这个队列里了 能不能踢 当然可以踢 大家请看 我从右边踢元素 用这个D点POP 默认从右边踢一个出去 好 咱们试试 踢谁 咱们看 咱们目前 咱们元素 这个队列式 30 20 10 后面是 哪里哪里哪里 123 对吧 咱们通过这DPOP 从右边踢元素 把谁踢出去了 把3踢出去了 那么会留下什么 咱们看一下 我踢出的元素 附给一个A 然后咱们把AD都打印出来 看结果 够 大家请看 我踢出一个3 这个3就附给这个A的值 然后咱们数组对列 变成 123 被踢出去了 好不好 OK 这个就叫做踢出元素 为什么它就双向对列 两边都能踢 所以说 大家请看 咱们右边踢完之后 左边也能踢 左边咱们再踢一个 好 试试 好 咱们看 现在对列是 30 20 10 100 888 对不对 咱们从左边踢一个元素 把踢出的元素 负给A 然后咱们打印出来 AB 看结果 够 我把30称踢出去了 踢出去之后 咱们剩下的对列是20 10 100 ABC 12 对吧 能进来就能把它给踢出去 完全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这个也是经常常用 怎么说 我清除对列中所有的内容 可不可以 可以 咱们试一下 用这个clear 咱们这么多 还剩这么多元素吗 咱们一下把它都踢出去 试试 clear掉 大家请看 全部踢出去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才是我 最常用的使用方法 最大长度限制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我在声明这个对列的时候 我这加上一个maxlearn 限制它的最大长度 为什么 是因为这样 这个我就给你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用到这个deck 是因为 我呢 曾经做过一个项目 干嘛 分析游戏中的图片 有事说 大家请听好 我会拿到游戏中 当前开始往前数四帧的图片 然后呢 把这四帧图片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来判断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处理 一般是这样 一个游戏画面 你只有一帧的话呀 这个你咱该往左走 该再往右走 是不知道的吧 它需要有一个序列帧的概念 这个序列帧 就是说前几帧是前提 在前几帧发生这样的游戏画面的前提下 我第四帧如果是这个游戏画面 那么我应该让我的角色往左走 或者说应该往右走 或者说应该发射子弹 对吧 那么这个就用到这个序列的概念 那么这个我要保持永远要最近的四帧怎么做 我用的就是这个deck的数据结构 然后我这传一个四帧 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付完值的话 以后我再给它追加值的话 它永远只保留最后追加的四个值 像我的项目中 就是追加的永远保留最近的四帧 好不好 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OK 咱们先手续马上运行一下 看看是不是咱们要的结果 这个我再开个下面下框 咱们在这地方运行 好 大家请看 我声明了一个只能保留四个元素的队列 对吧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做个缝补循环 从零循环到九 然后拼命的往这个队列里面加数值 加完之后 咱们看看结果 然后我每加一个 我都会做个打印 对吧 好 咱们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小小出来了吧 一开始加个零没问题 加个零一也没问题 加零一二还没问题 加到零一三都没问题 当我加四的时候 大家请看 这行 它把第一个加的零踢出去了 对吧 然后我再加五 把一也踢出去了 这样我到最后 我只保留我最后新加的这四个值 这个数据结构 对于咱们处理一个序列 这个计算 或者说序列的深度计算 来说非常的有用 因为是这样 咱们在分析这个画面的时候 可能只是当前的一针 并不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 就是说信息不够 对吧 咱们要想让足够信息的话 那么咱们需要前几针 结合起来分析 才能够明白 您说不是吗 OK 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 关于这个Python中 这个Deck的双向堆裂的使用方式 我认为是非常的常用 今天就做成一个视频 分享给您 希望您能够理解 这个数据结构的使用方式 我觉得在您的变成中 也是非常的 怎么说 有用 好吧 推荐给您 OK 今天我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可以下载在您的本机跑一下吧 然后喜欢我视频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成为我的会员 好不好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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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